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东莞市永顺救生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永顺救生衣 而我们东莞市永顺救生设备有限公司是经过中国国家质量监督员会授权 授权给我们生产的有工业生产许可证的全国最专业的救生衣产家 我们还有通过国家帮发的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今天我们这两个模特身上所穿的救生衣也是我们的709款救生衣 这两款救生衣它的福利是150牛 其中我们在我们的右边这件救生衣 所以冲气是救生衣 左边的话它是属于手动式救生衣 冲气救生衣就是掉进水里以后它遇到水可以直接冲气 而手动冲气救生衣 它掉进水里以后必须要用手拉 用手拉底下红色的拉子 它才可以进行冲气 自动冲气是救生衣和手动冲气之间的区别 在于自动不仅能够自动冲气 同时当它的自动装置发生问题的时候 它还可以用手拉这一个红色的拉子进行冲气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我们东莞市永顺救生设备 有限公司生产的永顺救生衣 它的冲气时间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拭目以待 现在我们先看自动冲气救生衣 如何进行冲气的 好的 我们冲气是救生衣 在模特刚刚跳下水里的时候 它马上就进行了冲气 并且冲完气以后 它会把人体的话往上进行往上拖 让人的脸的话不会 让模特的脸不会碰到水里 它会让脸往上癌 同时后面还有一个头枕 可以保证了人的安全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件 手动冲气式救生衣 手动冲气救生衣 它交进水里以后 它必须要用手拉一下 然后它就马上就冲气了 好这就是我们东莞市永顺救生设备 有限公司生产的冲肾救生衣 在这里 你会保证了 我现在有限公司这家伙设备 带来自家伙设备 你会保证了